不清楚的話會造成什麼 會有拉扯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往左斜後方一直去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有拉扯 但是前提是什麼 我往左斜後方的時候前提是什麼 我自己的身體要往哪裡去 如果我往左斜後方 我哪裡要往它相對的地方 哪裡 我的胸 還有哪裡我的手 這都是跟我的頭去的方向是幹嘛 相反相反 可以嗎 了解嗎 這很重要喔 好不好 那我們就接下去 大家後面那個褲子 來 這個Reverse Turn 跟這個Reverse Turn 有沒有不一樣 有 有 轉 轉度大 轉度大 為什麼要轉度大 這個Reverse Turn 跟後面這個Reverse Turn 跟後面這個Reverse Turn 有沒有不一樣 蛤 沒有回答 沒有回答 因為後面接的位置 步不一樣 哦 步子不一樣 那你看後面是接什麼 Reverse Wave 那如果一樣是接 Fetal Finish 有沒有一樣 一樣 那以後面是接什麼 Reverse Wave 所以基本上我們那個傾斜就會比較大 所以目的是什麼 因為讓女生可以再去做這個 請斜比較大的時候投在這邊 去做Reverse Wave 會比較有動力 但是 但是 第一下哦 如果你不請協議 沒關係 還是直接跳 今天Reverse Wave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比較 什麼 看起來就比較單調 沒有變化的 你這樣跳舞就是要需要很大的變化 目的是什麼 讓人家看 讓人家看 不是讓人家看 管人家看 自己跳高興就好 目的是你自己跳起來的時候 力量會很順 所以我踏了傾斜的目的就是為什麼 我現在下一步的時候 我可以方便去做一個力量的接動 力量的銜接 那你傾斜少當然力量會接的少 對不對 等你跳得好的時候 你讓人家自己跳起來好看的時候 人家看起來才好看 OK嗎 所以最主要目的是自己跳順來 好不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做這個Fetal One Piece的時候 Reverse Time的時候 要大傾斜上去重心還可以轉 等要轉的時候 再去做傾斜 你看看 轉 然後傾斜 非常大的傾斜 你看我右手很高 左手很低 然後呢 再接Reverse Wave 然後再把它回正之後 再換左邊 拉起來 往直到右邊 然後後面去接一個 Reverse Reverse 好一樣做個Fetal 你看這時候左邊是高的 Fetal Fetal 是右邊是高的 Reverse Wave 左邊是高的 Fetal Fetal 右邊是高的 然後再接翻過側 然後再接翻過側 然後呢 Overgoat 可以嗎 我們要在做的時候 起前大一點 好 sok fetal enden 感谢观看